布布撞伤流血,修杰凯的做法引热议,网友,不应该先关系布布吗? 修杰凯在妈妈是超人中一直是个好老公的形象,贾静雯在开始接受超人任务,单独在布布和波妞48小时那段时间里,修杰凯晚上回来还捏手捏脚的去厨房收拾餐具,怕吵醒贾静雯和两孩子,俨然一个疼老婆孩子的好爸爸好老公形象。 后面的节目中,修杰凯也是很勤快的,家里的家务几乎他都做,回到家第一件事基本都是搞卫生。 贾静雯也透露,一般在家都是修杰凯做饭,非常的暖心。 这起妈妈是超人中,修杰凯,贾静雯带着布布和波妞去运动,修杰凯爸爸还背着波妞,非常的疼爱这两个孩子。 运动中,和贾静雯PK平反称,到修杰凯的时候,贾静雯直接就坐在了修杰凯的身上,当着布布和波妞的面秀恩爱,一家四口非常的甜蜜幸福,小编只能默默地吃下这碗狗粮。 晚上,修杰凯整整厨房里忙碌,贾静雯带着波妞和布布。 布布在房间玩滑板车,没杀住车撞到了柜子上,布布嘴巴被磕到流血了,哭个不停。 贾静雯赶紧把他抱出房间处理伤口,修杰凯也从厨房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。 但是接下来,修杰凯的做法让人费解,引起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,更有的网友表示好老公的形象坍塌了。 修杰凯听到贾静雯说布布撞到流血了,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撞到?父母着急的心情都可以理解,下意识的问很正常的。 但是,贾静雯跟他解释说,布布一个人玩滑板车撞到了,叫他赶紧去拿盐水给布布漱口时,他又停下来又问为什么撞到。 在厨房里,还问贾静雯,布布牙齿有没有怎么样?同时,还安慰布布说,没事的啦,不想拿盐水给布布漱口,说盐巴漱口很痛。 好在贾静雯均均持要盐水漱口。 这些都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,毕竟爸爸也担心布布受伤。 但是最让人不理解的是,修杰凯问了贾静雯,刚才你不是在里面,他还是,贾静雯又给他解释了一遍,是布布不下心撞到的,这里就感觉修杰凯有点责怪贾静雯没带好布布一样,还让他受伤了,还在一边插着腰,有点太大男子主义了,现在不是更应该关心布布吗? 好在布布只是小伤,没什么大碍,一下子就不哭了,还去安慰玻妞,温柔勇敢坚强,太可爱了。 所谓,关心则乱。 小编个人觉得修杰凯只是太着急了,导致有点不知所措,自己又插不上手帮忙贾静雯,只能在旁边关心问问具体情况,并没有像网友们所说的好老公形象坍塌那么严重。 看到贾静雯现在满脸幸福的模样,就知道修杰凯很爱她,也很疼布布和波妞,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,所以大家不要再胡乱猜疑了。 感谢观看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